元宵节应景的活动就是提灯笼 池塘园及菜灯咪 南投县有节照顾关怀协会 特别在草屯镇比州里 举办欢度佳节关怀活动 裁员滚滚请元宵 希望让社区民众及长辈们感受浓浓元宵佳节的氛围 在这里看到很多的四大人 在这里收银子 在这里菜灯咪 还做一些运动 让他们感觉没料 也用蒙顶档 让我们比较失智 脱去的外档 让我们中部感受 以前过年过节的感受 现在人生活忙碌 连结的汤圆也都是买现成的 少了一点过节的气氛 借着搓汤圆增加交流机会 也能够借此训练长辈的手指 回忆搓汤圆的滋味与快乐 给这些长辈都来这边搓汤圆 真的很好 一方面又能运动一下 让他们感觉有这个连结的气氛 因为这个搓汤圆 现在的人大家都几乎都很忙 都没有在做这些 经由这个元宵节来搓汤圆 像这样的话 大家会很高兴 也会觉得说有那种很兴奋 除了带着长辈进行手指运动外 财灯迷是元宵佳节 必不可少的习俗 工作人员准备了多条的迷语 民众踊迷 活动中也进行长召宣导 让乡亲了解到 长召的资源及如何申请 进而获得最妥适的照顾 一颗颗红的白的汤圆浮在水面 热腾腾的汤圆 又Q又好吃 协会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让长辈们不仅从元宵节习俗中 品味了传统文化 同时重温儿时的会议 记者洪一伦 曹敦珍采访报道